这个饼呢现在已经醒发了 二次醒发有差不多十三分钟 只好再加上我抹油的时间差不多就两分钟 就是每个饼上面抹一点点油 其实是要用刷子刷的 但是我不喜欢那个刷子上面粘的油 然后放在那里会有味道又洗不净 所以我就直接带着手套 一次性抹完就可以了 在加热的时候呢这个油呢会变稀 会流到底下 所以这个底下呢也会有油 不用两面膜 再给这个上面滴一点油 正好听着铃声闹了 正好是它已经送持了有十五分钟 然后烤箱呢已经都预热好了 现在我们就把它送进烤箱 烤箱是因为烤两层嘛 这个就是放在一下这一层就可以 好就是这样 这个二十分钟就到了 我现在呢就是要把它们那一层拿出来 看一下这个两个链子的烤饼都出来了 现在还有点热 我们需要把它们扔一点 但还是很脆的 好看 看这个烤饼真的还是热火的 非常的漂亮 酥脆到简直了 看着烫口水有没有呀